现在我们来学习加密技术 这个加密技术呢 分为两大类 分为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什么叫做对称加密呢 就是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 是同一个密钥 这就是对称加密 比如说这是A基段机 这是B基段机 他们要传一个几十本文件 在传的时候呢 不放心 怕网上有人把这个文件截获了 怎么办呢 他们可以把这个文件传输之前 用一个密钥呢 进行处理 比如说 这里边的ABCDEFG 这个英文文档 我呢找一个对应关系 A用B替换了 B呢使用W替换了 C呢使用Y替换了 那么这26个字母都有相应的替换 这样的话呢 在传之前 我用这个对应关系一替换 这里边的名文立马就变得看不懂了 然后 然后8的时候 这个人截获了 他不知道这个对应关系 他就没有办法替换过来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解密 也不知道我里边内容 这个B收到之后 这是乱七八糟的一个几十本文件 他呢也有这个对应关系 这个A替换了B 这个B呢替换了W 这个C呢替换了Y 这个就是那个密钥 就是那个K 这个对应关系就是那个K 他在拿着这个密钥呢 在解密 作为一个反向的替换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就又看懂了 这就是对称加密 当然我跟大家说的这种替换 只是加密的一种 还有其他的这些方法 这个对称加密 有什么缺点呢 有什么优点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 如果A和B是两台计算机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啊 在网上 他们要想发这个加密的邮件 是不是他们得把这个密钥 得商量好啊 传过去啊 他这个密钥在传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人有可能解惑啊 这样的话呢 你们在发这个加密的这个数据的话 我也有密钥 也就能解密 所以说 这个对称加密啊 他这个密钥不适合在网上传 这两台计算机 除非提前商量好 把这个密钥呢 拿着光盘 拿着移动硬盘 考到这个基板机上 不在网上传密钥 如果在网上传密钥 这也不安全 这是跟大家说的对称加密的缺点 不适合在网上传 还有一个缺点 比如说单位的员工 要互相发加密的数据的话 单位 有一百个员工 这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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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A和B之间呢 共享一个密钥 讲说123 那么A和C之间 也要共享密钥 ABC 他们之间也要共享密钥 是123ABC 那么A和E之间呢 也得有共享密钥 123WX WYX 总而言之 我这个A 就得记住 和这些同事之间 共享的密钥是什么 你不能说 我单位的员工 那大家都有123加密 123几 那大家都知道密钥 那还叫密钥吗 那都是 那就开放式的了 所以说这个密钥呢 可能是两个人知道 因此呢 要使用对称 要使用对称加密的话 我这个A员工 或者A记转机 要记住和这些记转机 通讯使用的什么密钥 也就是说 这个密钥维护量非常大 当然 B计算机要想和其他计算机通讯 也得记住 有哪些密钥 B和C使用的什么密钥 B和D使用的什么密钥 B和E使用的什么密钥 这个密钥呢 维护相当麻烦 这是第二个缺点 但是它有个优点是什么呀 对称加密效率高 也就是说 我这个500兆的电影 比方说500兆的视频 要想用这个对称加密的话 可能5分钟就加密完了 效率高 加密完之后 这个文件 加密后的文件 也是500兆左右 没有变大 也没有变小 这是跟大家说的 对称密钥 对称加密 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优点是 效率高 缺点是什么呢 密钥 不适合在网上传输 它不安全 再一个呢 密钥维护 比较麻烦 这是对称加密的缺点 前面给大家讲了 对称加密 那么有的学生说了 老师我要加密这个文件 在网上传 我是不是自己得 研发一个加密算法 然后再指定一个加密密钥 自己来设计 是不是更安全了 别人不知道我的算法 也不知道我的密钥 他们破解起来 是不是更加复杂呢 其实这个加密算法呀 你就不用费劲了 你自己研发了一个加密算法 是没有经过别人考验的 也许那些高手五分钟 就给你破解了 我们有数据加密标准 把别人研发的那些 数据加密算法 拿过来用就行 那有的学生 可能就会担心了 老师 你这个拿别人都知道的这个加密算法 来加密你的数据 那安全吗 这个我们来看 它这个加密啊 它分为加密算法 它还有一个密钥呢 加密密钥 这个加密算法 虽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加密密钥 我是不告诉别人的 它的安全性取决于加密密钥 而不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算法就不安全 并不是取决于这个加密算法 而是取决于密钥 所以说大家要想加密数据的话 你就拿着别人的这个标准算法 然后自己指定一个密钥 来进行加密就可以了 那么数据加密标准是什么呢 它叫做DES 这个算法 它是有 IBM公司 研制出来的 在1977年的时候 被美国定为联邦信息标准 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哇 这种算法 那安全性非常高了 然后ISO组织呢 将这个DES就作为数据加密标准了 也就是说这个加密算法 是可以成为一个标准 来想想 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DES 它是怎么加密数据的呢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示意一下 比方说这是一个Word文档 有10兆 它要加密的话 它把这个Word文档呢 进行分组 这个60位二进制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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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组之后呢 一组一组的来进行加密 这是加密的这个64位 这是加密的64位 这是加密的64位 它把所有的这些加密完了之后 然后呢 把这些加密后的这些分组 再合成一个文件 这就是加密后的文件 这就是DES的这种加密的这个细节 这个算法我在这不跟大家讲 这个DES数据加密标准 它的这个密钥是多少位呢 是64位 实际上它的密钥长度呢 是56位 它有8位呢 是用于技物教验的 它不是密钥 也就是说 DES它的密钥长度是56位 我们看一下 目前来看 这个56位的密钥 要破解的话 现在的计算机 大家都知道 速度非常快 运算速度 当时是一个加密的标准 现在的计算机速度非常快了 它在破解这个56位密钥的话 需要的时间是3.5或者21分钟 就把这个56位的密钥破解了 可见 这56位密钥不安全了 后来 DES呢 使用128位的密钥 这个破解的话 它需要5.4乘以10的18次方 这么多年呀 同学们 这是年 我估计你从现在开始破解 到这个 到这个时间了 我估计很多人都 不是很多人 那早去世了 也就是说 128位的密钥 在目前来看 那是相当安全的 这是DES 它的这个保密性 取决于密钥的长度 谢谢大家 我估计你 就算你 我估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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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你